剧盘起将军也是一杀对杀 红方是魂滑 黑方是有大滑 双方是中炮骨河军 对战是反攻马真行 这儿黑方掌局稳健 因为红方有个套路 他的目的是用你上马 一旦你上马 他这里就吃双 看似你弹子炮有根 他现个冰过来 你不吃不行 这儿一打 你只要一飞向 那就没根了 吃双就要狮子 所以这个时候黑方就胃丑谋 先掌起来 准备随时上马 那么此时 如果你压的话 他推炮打你 这就是反攻马的特点 到这儿形成鸳鸯炮 那么最上个旗 对方就要受攻 所以他选择巡河炮 求问 这儿的话 黑方正常如果上马的话 那么红方 他就可以上马 前来给你去换 这样的话 他的鞠点位比你好 红方就有利 所以黑方不急于进这个马 他先出来把鞠给你换掉 用弱鞠换你一个强鞠 你要不换的话 他推炮打鞠 所以你必须得换 换之后呢 那这个鞠问题解决掉之后 红方稍失先手 黑方也是强占河口 红方出鞠准备进攻 黑方跳马 让对方迷失目标 对方上马之后 准备威胁中路 那这儿的话 黑方先飞个向 如果你要踩进来 他这边炮已经看中马生根 就可以踩你中炮了 所以红方也不愿意这样交换 他选择是拆炮 把鞠先给你封住 黑方捕试 严阵以待 看你怎么走 红方飞向 是想诱敌 跳进去之后 过来吃炮 抓四马 所以黑方不会这么走 黑方就先平炮 他先抓你炮 如果你要对的话 对完之后 这个鞠过去 就可以吃你的尸脚炮 一旦你一捕试 他这马就切进去了 所以他是这样一个计划 那么红方就先退一步 这儿打着马就赶紧进去 那对方暂时鞠还没出 不敢进 只好先退 退回以后 红方就先吃一个 吃一个之后 他是把对方盯住 让你不要动 那么一动我猜你炮 但是你一走的话 他这个马就快速切入了 将来这个马一旦一上来 双马连缓起来 黑方这个鞠再想出就难了 所以此时这个局势 就完全被控制住了 那关于这样一个鞠 黑方不能退炮 怎么办呢 黑方先起一个阻 这条鞠大机关很强 一个马就把你封住了 到这你没鞠了 他退一步 红方现在进炮 一击不成再来一击 你要出鞠的话 我就便于出鞠封住你 将来随时可以破响 所以这种鞠 黑方鞠还是出不去 黑方索性呢 走去一平寺 捉 对方就有捕食 那么进军呢 准备过来再吃炮 到这绕到对方后边去 对方也就看住不让 接下来这期 黑方就打了一步马 逼你幻象 现在幻象没有便宜 白丢一个字 所以呢就往里切 到这以后 他是有一个打向 卧槽 底线偷袭 利用视角炮 杀敌士手段 这是一个攻击手段 另外一个是下底炮 分边 这两个气都很厉害 所以黑方是防不省方 到这之后只能选择落相 如果你不肯的话 平炮打马 看似不错 人家就下底炮 你敢一打分边就输了 但是你要是敢这样去下的话 吃掉 那么红方只需要杀进来 然后跳马一将 如果你退居的话 他就杀一将 把居给你换掉 将来把马逃开 这种棋 红方呢 这个位置比较好 而且还多兵 明显才能占优 那么这个时候 你还有一招棋 就是直接上老将 但是你一上的话 可能会输败 他这一瓶炮 马好炮 所以最让个棋 黑方 他看着炮八瓶棋厉害 但是没用 人家这边下底炮太狠 你只能先路向 这儿你将尾 把你马撤掉 所以红方 只好点一步 卡住向眼 这儿黑方就顺势退一步 打马 考验对方 而红方冲兵过来 也是寻求对杀 黑方稳健一点 就可以选择飞向 你要对杀 我就避骑凤马 这儿打着马 就不给你换 那么这个棋 考验红方怎么走 实战的话 这个棋走趋四平三 结果红方就冲进来 你不能吃他又马 所以到这里非换不可 换之后 红方过了个兵 黑方如果吃兵的话 求稳 但是这样是会捉马 把这个马一旦一逼退 这样双向连接 那黑方这三个字 英雄无用于地 就等着挨打了 所以红方占优 那么在这个局面下 他不愿意 那么到这以后 选择砍向 形成对杀 这里也是 看你怎么走吧 这招棋可以说是非常犀利 走完之后 给红方造成一个错觉 他准备去抓炮去了 这招棋应该说大意了 正招的话 应该选择点江 如果对方飞向 就可以进去吃炮 你打边兵和打这个兵 效果是一样的 炮分边 将来抽杀你 这种棋 红方是一个大优的残局 黑方不好把握 走不好就输了 那么这个棋 下敌炮之后 对方出了飞向 还有落势手段 落势的话 这个兵可以平一步 对方可能会打出去 然后进去就可以 吃边兵跟着炮 如果你敢贸然去冲足 这顺势杀一将 现在这个棋 他一放中炮 这边就威胁着你了 那么对方看似 好像有一个下敌炮抽杀 但是你抽将 他可以推炮 你根本抽不到他 他先给你来一将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 将来是有一个平炮过来 那么你就填马进去 他的推炮 准备指示解杀缓杀 所以到这里 你就崩溃了 那么你看似好像一将 把锅给抽了 到这里 黑方是迎起 没有问题 但其实呢 红方可以走一个过门 他这个炮 先不着急平 他先穿一将 锅到底线藏起来 然后再做这条棋 这样也来的话 我们看这个棋 红方就是迎起了 所以说很有意思 一招之差 所以这种棋很激烈 不容易把握 那么总体来看 红方先陈里炮一将 这个棋优势很明显 实战的话 他选择的招法是 贪吃这个炮去了 结果这一打 那么他这个兵平过来 就是要捉死炮 希望你打回来 然后再捉死炮 但是这个棋 黑方不会打回来 你就退一步 等你眼看小兵 抓到炮了 人家打了一步拘 这就尴尬了 这样也来的话 金蟬头鞘 他退回来吃你的炮 给你换 对方不愿意换 那么眼看又抓死炮 这儿的话 他就将一局 对方退回吃双炮 那么此时 黑方选择金炮打马 那么在这儿 对方也只好去吃 如果这个时候 你再不吃 比如说你这个马 就退回吧 那么看似吃双炮 其实呢 这个棋人家有一招 炮平三的好奇 底下闷弓 就可以脱身 将来你这里 不管落相还是怎么样 他这个炮就跑掉了 那么这个棋是不行的 所以对方很无奈的情况下 就又转换了 换之后呢 黑方又把相给破了 面线占优 红方 局好不容易杀出来 黑方这里呢 兵种也比较好 然后呢 回马 对方甩炮之后落势 底线已经加厚 暂时没起 调局过来之后 准备反攻对方底线 对方只好落相防守 点一将之后 杀对方中兵 对方杀这个势还来不及啊 中间先砍一将 把势补起来 此时你炮欢势肯定不敢 选择抓相 那么这里就跟着炮 对方砍掉之后呢 准备冰到底线抽杀 但是这个相一飞之后 你根本来不及 对方只能金炮 按住啊 强杀 此时呢 黑方知识 这儿的话 你暂时是没有杀气的 对方分边 准备呢 找机会抽居 接下来这期呢 就选择上老将 捉你一下 对方吃掉以后 这里就选择点将 那么红方四个紫龟边 但是却没齐 黑方一甩炮 拂有仇杀 对方赶快炮平出来 这儿挡住 一将之后呢 然后破释 到这里啊 炮粘弹杀 那么对方只好闪开 闪开之后呢 到这儿又退回 这里拂有打拘 对方拘还得过来 此时呢 这里放中炮 他下一步一上马就危险了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没办法了 这马后炮呀 对方将军之后呢 看似啊 杀棋 他这个狙腿回来 刚好可以防守 此时呢 对方赶快逃 这儿黑方也就跳江 那么黑方 只要这个狙一火 这棋就一定了 但是呢 这个棋你还来不及火狙 因为你飞向 他过来吃你的狙 怎么办呢 此时这儿选择一个落势啊 先挡住你 不给你拘过来 然后我再找机会啊 比如说落个势啊 这边就可以呢 底线杀你了 那么这个棋尴尬啊 到这儿之后呢 先捉巷 那他就先啊 走炮平衣 弃个炮给你 因为弃炮之后还是傻招 对方呢 虽然杀一将 弄个势 但这个炮 你是不敢吃的啊 那么对方 只好选择退居 准备趁着丢炮之际啊 中间一将把对方马吃掉 到这儿之后呢 想先进户去 红方先跳马一将 逃开了啊 然后呢 这个棋又退一将啊 对方想站立中路 用狙杀中势啊 这儿跳一将 你要下去马后炮 那么对方他不敢啊 这儿只好出 出来之后呢 这个棋就把炮吃掉 杀一将啊 这里已经补适 现在呢 你打一将啊 他点一将 这儿形成狙马两招之后呀 这个棋 对方只好平狙 结杀还杀 这儿支持之后就不要了 啊 因为这个狙一战 终局赢了 对方准备推炮防守啊 这里就回马一将 变住之后呢 中狙一战啊 对方防止他 聚武进行吃炮 那这儿回马踩着狙 啊 对方也不敢吃势 因为这个时候吃势的话 他聚武进二啊 这棋呢 将来一上马就不好下了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棋啊 就钓鱼马杀 所以对方啊 他现在这个棋就有推二 回去拦住马 不给他往中路跳 然后这里仍然是啊 将军 他这个马从边线切入了 啊 对方去看炮去了 结果呢 跳一将要抽菊 到这里你就有推炮啊 这炮一吃的话就输定了 到这里雷达华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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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